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伦敦经济学院的杨洁篪就和美帝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当然是谈外交对外事务之外都是谈国家安全问题 当然又谈什么涉台 涉及台湾 台湾最近很厉害 八九几个飞机 强国八九几个飞跃 台湾领空 另外美帝六国军事演习 这样搞什么 三组航母艦战斗群 三组航母艦战斗群 两个是美帝 一个是英帝 那怎么办呢 还有新疆 在香港 香港现在排得更厚 没办法 谈在瑞士的苏黎世 在苏黎大隔离 苏黎世的路里面 那两个人 一边就咬着瑞士鸡翼 在太平馆拿过来的 当然 在瑞士鸡翼 一边就讲数了 其中最多的传媒 举世传媒最关注的消息就是 是什么呢 不讲了 你发声给大家听 希望大家多多帮忙 因为小弟已经讲了很多次 将会在YouTube減产 集中火力 发展Patreon 我的平台 就是这个班牙游部 AdPatreon 这个平台 很希望大家去那里做订户 大家也很帮忙 真是又要充心多谢大家 如果未做 就希望大家去做 跟这个网址就可以了 不用抄的 你可以CAP了图也行 看看影片CAP了图也行 或者索性看完影片之后 留意一下 影片下面有一条超连结 就是这个网址的 第一按进去 跟几个步骤就可以做订户 那现在的班牙游部 AdPatreon 这个平台 就已经有很多东西了 包括过去一直都存在 Day1已经有的 由清源随上 现在这个都 最多人喜欢的 就是类似用新诗的写法 文清一点的写法 去写一些对这个城市的感想 那还有就是由清源集感 就是用搞笑的手法去讲时事 还有一个新一点出现 但是以前都出现过的 叫做由清源短打 就是希望用短短的方法 讲一些时事问题的 那迟些会再出一些新东西 应该今个月 就是10月中下旬就会面世的 因为大家要切留意住 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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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今年的年底以视像峰会 Video Summit的形式出现 标志着拜登这个老鬼就任美国总统之后 总算都叫做在他就任美国总统一年之内 跟强国最高领导开高峰会 全见了 连普京都见了 周围飞了 拜登 都未见我们伟大领袖 怎么可以的 当然主国是最后登场的 大家放心 不过如果一年之内都不见 就好像不太行 好像真的很不避免 美国总统只有四年任期 第一年就熟习了 要跟大家建立关系 现在强国是最强的 为什么不见了 搞错 第二年就开始运熟一点 但又有中期选举要小心 第三年就已经开始筹备连任了 第四年已经竞选了 所以就是这样玩的 通常美国总统要做两任的意思 就是第一任是做不到多少事的 第二任可以放开怀抱了 因为根据美国宪法 美国总统只可以做两任而已 就是做八年 所以第二任通常是大展权的 第一任就是要很多事要搞定 但你头一年都不见 搞错啊 你看看之前 这个特朗普不知几快见 奥巴马也很快见 不可以的嘛 这样不像样的嘛 好不好非事 对不对 不止好不好非事 就是强国领袖不止好不好非事 世界各地的领袖也好 平民百姓也好 商家佬也好 什么人都好 好多人都会很焦虑 很焦虑 很狠焦虑 焦虑到如何呢 有焦虑症不得止啦 开车经过隧道会害怕那种呢 不单只焦虑症 焦虑到赖屎赖了 赖屎落你的头顶就不太好 尤其令到人的头顶就更加不好 是吧 又不是什麽画家舞 是读史来的 史里细亚读史 名比矮偏矣那种 那就很影响事用 不好看的嘛 因为有些大国 有个史在头顶里令人甘得的 不过这一次杨沙会 即是杨洁篪和沙利文的会面 对关心中美关系的朋友来说 最大的启示笨不是 这个杨派会有望在今年年底就召开 因为这件事虽然都是大新闻 但是意义未必很大 因为怎样都要见见的 开来见我 所以最大的启示笨不是 这个杨派会将会慎大公演 这件事虽然都重要 而是什麽呢 听真的有两个字 关乎两个字 是投号党回申华舍 竟然露底露出他很强底 露出强国很强底很强底的两个字 两个字露出了 这两个字露出了 强国原来真的很强底 各位这两个字就是什麽呢 他说中方反对以竞争 有引号的 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中国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一般人看到这句这样的说话 怎样就有点拗头 怎麽这 很狠狠 很狠狠 开一间茶餐厅旁边有间茶餐厅 都要竞争的 不明白为什麽中方 这麽大反应 会反对以竞争去定义中美关系 不过 稍为认识外交辞令 即是对外交辞令 有些基本认识的朋友 应该都会知道 在大国的语境里面 尤其是大国 你小国不要去咬 小国没有外交的 在大国的语境里面 所谓的竞争 competition 确实是对抗 confrontation 要记住 竞争 确实是对抗 在大国的语境 至于最佳的佐证 即是不要只说小弟说 就是这个美国 知心中国通 他叫做 即是香港人都很熟悉他 也是王庚武的高竹 以前讲的校长 他也是 名字叫David Schamber David Schamber 有个足迷名叫沈大卫 名字是 质骗了些 那些年纪都不小 整七张东西了 六十八岁 应该是 在他的近作 去年出的 就叫做 Where great powers meet Colon America and China in South East Asia 这本叫大国竞争 即是大国最后 即是那种 即是美国和中国在东南 即是南海为主 在那里 爭餐饱那样东西 在这本书里面 沈大卫就说 对大国来说 世军力敌旗鼓相当的竞争 另一个说法 自然就是 对抗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要了解外交权力 才明白 强国为什么这么反对 用竞争这个字眼 去形容中美关系 实际上 看回前文后理 新华社的那个所谓报道 也都有类似的意思 什么意思 即是说竞争查赤 即是对抗 这个意思 其实他们都认的 真的 有正有句 因为新华社整段说话 是是这样说的 原文照六 新华社怎么说呢 杨洁篪指出 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 事关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有关世界前途命运 中美合作 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 中美对抗 两国和世界都会遭受严重损害 美方应深刻认识 两国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责 正确认识中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 接着先讲一句 就是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是这段说话 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这句话是最后一句 前撤就是这件事 即是合则两利 即是什么说俱伤 斗质俱伤那些 两败俱伤那些 即是他讲呢 就是讲着对抗 中美对抗 两国和世界都会遭受严重损害 中美合作才好 即是他将竞争呢 就等于对抗 即盲都看得出的了 是不是 的而且觉 中方的而且觉 强国的而且觉 是将竞争等同对抗的 而中方之所以 禁止反对美帝搞对抗 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原因 自然就是中方不想对抗 即是玩不起对抗 起码暂时玩不起对抗 即是人家 你只有两手行为 人家拾一手 人家是核动力 不要说那么多 是不是 或者就算是要玩 迫着玩对抗 他都会很伤 付出的代价 自己很想付 也都未必付得起的 这件事的信息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为什么反对以竞争形式 去处理中美关系呢 他用竞争这种东西去处理中美关系 就是他不玩不起 这个信息其实美帝收到的话 哈哈哈哈 我马上再看几个航母船 去南海 去台海 去东海 看看你怎样 你敢不敢玩 原来你玩不起的 弟弟 玩不起 不要这么棒棒 八九几架战斗机 飞过去台湾领空 哎呀哥 玩东西找别的 是吧 小和炮奖就算了 哎呀 真的 但是美帝就知道了 所以偏偏又要继续玩对抗 搞对抗 事关白宫的声明 就是说沙利文 Jay Sullivan 这一次各个行动 这一次和杨洁篪会面 最后一段是这样讲的 先讲中文先跟大家 他说沙利文明确表示 沙利文先生 明确表示 虽然我们 我们就是美方 将会继续投资 在我们的自己的国家力量那里 并且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 要密切合作 要密切合作 要踏实你了 但是我们也将会继续和中方高层接触 以确保负责任的竞争 哇 什么叫负责任的竞争 我做得大佬 我当然要踏实你了 负责的竞争 要一起围 一起围这个强角 英文原文很快读给大家听 就是 Mr.Sullivan make clear that While we will continue to invest in our own national strength and work closely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We will also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the PRC AT THE SENIER LEVEL to ensure responsible competition 这阵 Regard exchange 这 molto少讲PLC 不少说China 一讲就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很有趣的 大家要微妙点看一下 其实是说PRC 之前特朗普贸奥前国务卿就讲 CCP China's Communist Party 现在都是讲PRC 是不是想玩两个中国呢 你很害怕 总之所谓的负责任的竞争 Responsible Competition 只不是就是美帝要背起做大佬的责任 帮一些小的出头 那些东南亚国家也好 什么都好 跟着我找食 有好日子过 跟着我找食 肥 肥到蜜都穿不到 不过要一起去围 一条小伙子 这条小伙子叫做PRC 又叫自己做强国 什么都好 那就是什么 吹了鸡 继续 少少你都八国联军 多少少就十八国联军 再不是就搞八国联军 你怕吗 最好是一百八十国联军 八百国联军 不是十八国联军 就是这样 玩到这样 难怪强国会强底 而且失惊无神露露 露出淆底的真面目 现在就是这样 不过 那么熟才讲 实际上 这些都是美帝一厢情愿的想法 你如果真是相信 你便中毒好心不是这样的 实陈是伟大祖国的大把货 真是害怕都没害怕过 不用说什么了 伟大祖国但印 印到十四億件 我胸口大大隻 印著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的T-Shirt 印出來 接著也叫強國人 個個都穿上身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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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十四億件 個個都穿上街 肯定嚇到在美加也要 在唐人街那些 那些藍絲什麼絲什麼絲 喪絲什麼都好 肯定可以嚇到美帝 英帝加帝 什麼帝什麼帝 歐盟全部那些 小日本 全部賴屎賴尿 不要開玩笑 都市 什麼沙利文 肯定都變成屎利文 屎都有得你問 沙利文 那什麼布林肯 叫布林肯 吐過布林 真的打到變成屎餅 布林 布林踩扁了就變成屎餅 那些拜登 那些拜登 我不是說過 那些這樣凶他 就是變成拜山 快要拜山 快要拜山 是吧 重久 要拜山 起碼要拜山 就是這樣 問你屎嗎 問你怕嗎 沒得說 沒得廢的 所以這些全部 小弟 還有愛國者 要跟大家說清楚 知道他們居心破冊 但真的怕都沒怕過 特別是偉大祖國 大把貨 隨便 手指已經打到你屎了 是 打到屎都飆了出來 輕質 即飆被屎 重質飆那些 嗯 厄西禁 那些出來 好了 今集就講到這裡 好了 再提提大家 很希望大家 就可以做 翻面郵報 patreon的訂戶 讓小弟 有一個 穩定一點的收入 一個安全一點的平台 去繼續跟大家發聲的 總之 好多謝 好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 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錄人 去繼續堅持 好多謝 好多謝大家 多謝了 好多謝 好多謝 好多謝